大家好,我是古今,歡迎大家進入古今教室 今天我們要介紹這個變身覺醒,能力大公開 就是要公開每一個變身的覺醒能力到底是什麼 好,那這邊我們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變身覺醒的遊戲規則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圖片啊,左邊這個有一個 紅便史莉安,史莉安這邊大家要吃這個藍便 那變身覺醒還是要吃卡片的哦 像這個紅便,紅便的部分要吃藍便 要吃藍便卡片,然後把這個覺醒的經驗值用到100% 經驗值用到100%的時候啊,大家就可以來挑戰覺醒 那挑戰覺醒的時候有可能會失敗,那也有可能會成功 覺醒成功的話,卡片的左下角就會出現一個王冠的一個mark 那個圖案啊,就表示這一張卡片已經覺醒了 這是覺醒的mark,覺醒的標誌 那這邊我們再介紹一下吃卡片的經驗值 如果我們要提高金便的一個覺醒經驗值的話 我們可以吃紫便,紅便跟藍便哦 那這邊我只有收集到吃紅便的部分啊 金便是紅卡的部分,吃一張可以獲得5%的經驗值 所以吃20張紅便的話就可以達到100%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紫便的部分 如果你是紫便的話你可以吃紅便或者是吃藍便啊 紅卡的話是吃一張就可以增加50% 紫便吃藍卡的話一張是1.9231% 這是紫便的部分 那如果玩家是紅便的話,紅便的話可以吃藍卡 藍卡的話一張是33.3339% 只要我們把這個覺醒經驗值吃到滿 我們就可以來挑戰覺醒 那如果玩家不幸的挑戰失敗的話 這個覺醒經驗值啊會歸零啊 需要再重新的吃卡 覺醒成功的機率不高啊 所以大家要準備很多的變身卡來餵食啊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紅便覺醒的部分啊 那我們今天來介紹一下力量篇哦 因為紅便覺醒大概會覺醒很多人力啊 像是紅便的部分啊 他首先都會有攻速加7% 跑速加3%的一個能力 那如果像這邊是力量篇 他就會有一個力量加1的能力啊 就是前面變成攻速加7,跑速加3,力量加1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特殊能力啊 像是這邊是力量篇嘛 力量篇的話他就有4種 第一種類型是這個 無視傷害減免加1 然後第二種類型是近距離命中加1 第三種類型是HP加50 第四種是負重加500 接下來我們來看力量篇的第一種類型哦 就是攻速加7% 跑速加3% 力量加1 無視傷害減免加1的一個部分啊 那他這邊有這個警衛毛紅 警衛毛綠 還有單特斯 刺客首領紅 還有我們的艾維 莉爾莉 還有艾爾 還有我們的 家門守護者 菲莉亞 另外還有我們的四種死亡騎士 還有這個阿茲泰兒等死神哦 這些紅片的覺醒能力啊 都是攻速加7 跑速加3 力量加1 不是傷害減免加1的一個能力啊 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力量篇的第二種類型啊 有這個伯爵安托里歐 還有布魯迪卡 還有狂暴將軍 黃金布雷哲 還有我們的新變身啊 獨特騎士 跟獨特槍騎 他們的一個覺醒能力都是 攻速加7 跑速加3 力量加1 近距離 命動加1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力量篇的第三種類型 跟第四種類型 首先是第三種 有這個特羅斯 伊斯蒂 丹特 克特 還有覺醒炎魔 他們的覺醒能力是這個 攻速加7 跑速加3 力量加1 HP加50 接下來第四種類型有這個 覺醒 艾爾芬 還有警衛矛 訪王 肯恩 還有賽巴拉斯 帝安 他們的覺醒能力是 攻速加7 跑速加3 力量加1 附送加500 力量篇 有這隻種類型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紅變覺醒 敏捷篇 這邊的覺醒能力是以敏捷為主的 首先第一種類型有這個 警衛攻紅 警衛攻率 格力特攻 歐瑞蘭 伊斯蒂槍 他們的覺醒能力是這個 攻速加7 跑速加3 敏捷加1 不是傷害解敏加1 接下來第二種類型 有這個 斯利安 艾爾拜 歐瑞蘆 師團長 阿波 還有獨特攻守 他們的覺醒能力是 攻速加7 跑速加3 敏捷加1 遠距離 密中加1 接下來是第三種類型 有這個 警衛攻 他的覺醒能力是 攻速加7 跑速加3 敏捷加1 附送加500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紅變覺醒的自立篇 自立篇有兩種類型 首先第一種是 宙師 跟獨特魔法師 他們的覺醒能力是 攻速加7 跑速加3 智力加1 母法命中加1 這邊有母法命中的一個覺醒 算是比較特別的 接下來第二種類型 有這個 扇尼斯 扇尼斯的覺醒能力是 攻速加7 跑速加3 智力加1 附送加500 智力篇的部分 有母法命中加1 跟附送加500 兩種類型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紅變覺醒 防禦篇 那防禦篇的話 有兩種類型 首先有這個 天善騎士 巴鳳特 巴烈斯 蒂姿 還有我們的 燈籠三兄弟 他們的一個覺醒能力是 攻速加7 跑速加3 防禦負1 附送加500 接下來是第二種類型 有這個 潘朵拉 還有兔子 獸女 他的覺醒能力是 攻速加7 跑速加3 防禦負1 HP加50 防禦篇的部分 有附送加500 HP加50 這兩種類型 好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 紫便覺醒的部分 那紫便覺醒他這邊有八種類型 紫便的覺醒能力 通常都有 攻速加10 跑速加5 的一個能力 那後面的人力 會因為變身的不同 而獲得不同的覺醒能力 我們來看一下有哪八種 首先第一種類型有這個 HP加100 跟力量敏捷自力加1的一個類型 然後接下來是力量的部分 力量的部分有四種 有近距離命中加2 無視傷害減免加2 HP加100 負重加1000的類型 然後接下來有敏捷的類型 敏捷類型目前有發現一種 是無視傷害減免加2 然後自力的部分自力的有兩種 一種是魔法命中加2 跟我們的HP加100 好那我們來一一的介紹 這些類型的變身 首先第一種是全能篇的 全能篇就是三種能力都有的 是我們的屠龍者 屠龍者 利敏智 各加1點 還有HP加100 接下來是力量篇的部分 力量篇的部分有四種類型 然後第一種有這個 鋼鐵阿盾 還有七爺的死亡騎士 他們的覺醒能力是這個 攻速加10 跑速加5 力量加2 近距離命中加2 接下來第二種類型有這個 幻影騎士 暗夜殺戮者 天鵝的勞安格林 還有我們的錦衛毛隊長 跟我們的 憎恨死亡騎士 公爵馬庫斯 他們的覺醒能力是這個 攻速加10 跑速加5 力量加2 不是傷害解敏加2 接下來第三種類型 有這個 帕拉丁 跟不敗的甘特 還有地獄死亡騎士 那不敗的甘特是 籃板最新的一個子電 之後台版也會有 那他們的覺醒能力是這個 攻速加10 跑速加5 力量加2 HP加100 接下來第四種類型有這個 黑暗阿丁 還有第一代多魯加 他們的覺醒能力是 攻速加10 跑速加5 力量加2 負重加1000 這是力量覺醒的四種類型 接下來是敏捷篇的部分 有這個 加迪利亞 還有斯里安 跟警衛弓 還有我們的軍團長 艾克斯特 還有Aan扎手 他們的覺醒能力是 攻速加10 跑速加5 敏捷加2 不是傷害解敏加2 加迪利亞 是韓版目前最新的死變 跟我們的不敗的甘特是一樣的 之後台版也會更新上來 接下來是自立篇的部分 有兩種 魔法命中加2 HP加100的部分 首先是魔法命中加2的部分 有這個 黑暗之星壽司 接下來第二種 是這個HP加100 有這個吉倫 跟我們的哈拉丁之文 那吉倫也是韓版最新的變身 好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一下我們的 晶變 晶變的覺醒能力 晶變目前有兩種類型 首先第一種是 攻速加15 跑速加8 立民智加2 不是傷害解敏加3 這種類型的變身有我們的 職業晶變 還有白金死亡騎士 接下來第二種類型是 攻速加15 跑速加8 立民智加2 血量加300 有這個覺醒能力的變身 是這個變形怪首領 目前晶變啊 就只有這兩種能力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目前的 紅變 紫變 晶變 晶變的一個覺醒能力介紹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喜歡的 一個變身想要覺醒的啊 在紅變的部分啊 我們力量篇這邊啊 我是建議大家先覺醒這個 無視傷害解敏加1的一個變身啊 那敏捷篇的部分也是一樣啊 建議大家先覺醒這個 無視傷害解敏加1啊 那智力篇的部分啊 就是先建議大家覺醒這個 魔法命中加1喔 紫變的部分就看玩家有哪一隻紫變喔 你就先把你常用的那一隻紫變覺醒 這樣就對了 晶變的部分啊 建議之間覺醒一下 職業晶變喔 以上是我建議大家優先覺醒的一個變身類型 想讓變身覺醒的玩家啊 可以從今天開始 就開始準備我們的材料 正是我們的變身硬幣 或者是我們的變身卡 等台版開放的時候啊 我們就可以馬上來進行卡片的覺醒喔 大家就先準備一波喔 到時候我們就可以馬上拼覺醒啊 好那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我是古今 我們下次見 大家要記得訂閱啊 掰掰 咱們的公告家啊 只要對這有應酬喔 訂閱就來騎下去喔 來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既要找古今台港啊 泡茶啊 可以加入我們一種FB粉絲團 還是賴群喔 我們有一個賴群 叫做古今與古威的秘密基地喔 大家可以加入進來 來這位台港泡茶啊 我們可以在那裡喔 將這訂閱喔 訂閱這頻道 然後這 加入我們FB粉絲團 給我們賴群喔 好 按著公告家 大家掰掰 掰掰 開啟 按著公告方便 歡迎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